国产首收大型游轮为 爱达魔都后 大型游轮 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航空母舰被誉为造船工业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爱达魔都号的出现 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揽三颗明珠入怀的国家 游轮交付意味着中国终于实现了造船工业历史上的 大型游轮从零到一的出货 是国家工业技术能力 以及这个系统集成能力的一个体现 建造大型游轮造都有多难呢 通过陈刚给出的国产首收大型游轮的数据可见一斑 爱达魔都号的零部件数量高达2500万个 它的建造是一项巨系统工程 只要船电缆是重头 因为它的自动化程度很高 自动化程度就是靠电缆 我们全船电缆有18万根之多 一般是散卧船就已经4000根 我们整个长度超过了4300公里 就是一般我们那般的零船 我们20万零船可能只有140几公里 这个整个量级就30到40倍的量级 我们有五台主发电机整公率有62400千瓦 就相当于什么意思 你居民小区来讲 就是15000户左右的家庭同时使用电 我们都很正常的公用 大型游轮的建造理念 有别于我国与有的任何一种传播产品 它是一座海上移动城市 很多世界知名船厂经过几代十几代积累 才能在经验技术管理模式和配套产业上 达到这样的要求 2019年10月 爱达摩都号正式开工点火 刚坐这个船的时候 自一生肯定有的 但这种自一生对我们来讲 可能自一生肯定鞭策 让我们更加激发我们的内在潜力吧 很多人想象不到 这艘庞大的游轮上近80%的船身结构 由这种薄型钢板构成 它的厚度不到四个亿元硬币叠加的尺寸 目的就是控制船体重量 但这种钢板在搬运和加工过程中 极易产生变形 而毫米级形电的积累 可能会给一艘万吨巨轮 造成致命毁伤 当我们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 应该说心里边还是比较忐忑 对我们来说是不是能够生 因为我们的经验应该说 基本为零 这间6.9万平方米的智能化厂房里 有着国内第一条5G游轮智能保管流水线 在智能化控制下 无论焊接还是装配 都能够实现0.01毫米级的进步 最大程度上克服了保管全面问题 章鱼与徒弟杨宇航正盯着操作台上的两块屏幕 一块显示焊接数据 另一块实时展现焊接过程 数据显示精度达到了0.45毫米 这是有着17年汉工经验的师傅 都不敢完全保证的精度 现在我手上拿着这块饰板 它的汗缝是窄 但是它的过度又很光滑又平顺 如果是人工去拉 你的心跳和各方面的动作 都会影响你完成这样的汗缝 所以机械它这个稳定性 要比人工要高得多 在八台焊接机器人的辅助下 装配线实现了自动测量 自动追踪 自动识别 自动纠偏 四个人就可以完成以前16个人的工作量 我们每天可以做出两套 16米乘以36米那么大的一个甲板来 也就是说实际上好几套大平层 如果说我们这个火力全开的话 我们这个设备呢 每15天就可以为我们大型轮盖一整层楼 如今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 已经在外高桥造船正式开工建造 自主研发 自己建造 给自己国人使用的中国邮轮 那才是我们将来值得交的地方 其实造船 从以前我们造万吨人 到现在 40万吨都随便造 它就是一个时代的跨越 我们其实不仅仅为了造游人 我们其实也是为了 使中国成为造船强国而努力的 不仅仅为了 在左之后 在最后 在县东南约180公里的海上油气平台上 军工人正在为它打造一颗中国心 作为海洋油气装备的心脏 先进的燃气轮机是保障海上平台自主稳定运行的关键 直接影响国家能源安全 这是中国航八燃机的太航七燃气轮机 双燃料技术的首次应用测试现场 如果成功 意味着燃气轮机未来可将石油开采时产生的半升天然气作为燃料 医药情况下还能将燃料迅速切换到柴油进行替代 从而确保海上油气钻井平台供电的持续性和可靠性 然而燃气轮机刚一启动 监控画面里就出现了惊险一幕 燃机功耗是从小到大逐步增加的 当增加到90%的时候 我发现燃气分管的温度上升特别快 瞬间变 突然的爆炸 断开了 发生了很迅速 我们现场立即拍下了机庭按钮 测试中突然发生燃气倒灌 这意味着燃机喷嘴没有经受住考验 数十人长达半年的努力面临推导重来的风险 燃气轮机是工业强国的重要标志之一 因极高的设计试验难度 世界上仅有少数国家具备不利自主研制能力 从航空发动机改造而来的太航7燃气轮机 想要成功走向深海 就必须具备双燃料切换使用能力 一个喷嘴还不到成年人巴掌大小 却成为国产燃气轮机能否实现突破的关键性因素 为了加速打造这颗中国心 研发团队决定把所有可操作方案 全部进行仿真计算和整机验证 时间紧任务重 我们当时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在一起讨论方案 三年时间经历四次整机验证 双燃料技术应用这一难题 费功课 完成酸燃料切换之后 燃机运行平稳了三分钟之后 当时那现场东子会 看这个食言状态比较平稳了 他就带头进行了一个鼓掌 作为一个庆祝 这三年我们都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 我们心中的这块大石头也释放下来了 随着多项关键技术被突破 这颗因创新而跃动的中国心 终于在蔚蓝海域上强有力的跳动 它将为巩固蓝色经济 实现能源安全 注入源源不断的蓝色功能 实现燃气轮迹的自主研制 需要几代人的操场付出 但只要国家有需要 我们就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雷达被誉为大国之眼 茫茫宇宙 浩瀚太空 都是雷达大显身手的战场 有这样一群雷达人 正在探索尖端科技无人区 尹奎英主持成立了中国电科14所 人脑机实验室 他希望将雷达信号分析 这项高精尖军工技术 应用于破译生命电波密码 这个名叫雷稀手的仿生机械手 是尹奎英团队经过十多年努力 将雷达技术创造性的 与脑机接口技术融合后 在人机交互领域 得到的一项重要成果 如果不考虑电视耗尽的情况 跟这只仿生手玩猜拳 是很难分出胜负的 原因就在于我胳膊上的这只手环 它就像一个微型的翻译官 能够把我手臂的肌肉变化 翻译成动作指令 传递到这只仿生机械手上 控制仿生机械手 跟我做出一模一样的动作 听起来很复杂 它设计采集信号 破译信号 发出指令等多个环节 而实际上整个流程花费的时间 还不到一秒钟 她叫张能 如果只关注她忙碌的身影 那么她和其他上班族 没什么两样 仔细看 她还是有些 重不过 目前 中国约有2400万肢体残障人士 和众多肢体残障人士一样 张能希望能借助科技的力量 迎来人生的转折 实验室内 研究人员正在对仿生机械手 进行最后的调试 我们这个手是一个六自由度的手 每一个自由度都对应着一个电击 然后我们的指令去驱动这个电击的时候 这个指的这个关节 就会随着这个电击的这种运动 产生这种弯曲的动作 这样不同的手指排列组合 不同的角度 就可以形成我们想要的不同的动作 这天张能如约来到实验室 此前她曾经亲眼见到过仿生机械手的神奇 能不能成功拥有 还是未知数 张能对此充满了期待 我当时有种感觉 就像在电视里看到的机器人一样 很厉害的那种 也很酷 有时候有一次做梦 我都往梦见自己手带上机械手的正常的工作 今天还是就简单试一下这个动作 然后去 就是我感觉力度大反倒就出门 轻轻的 力度大在时间长了 就明明文明 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 在尝试了握拳 抓取等几个简单的动作之后 仿生机械手失去了控制 对于残疾患者 他这个节肢时间都比较长 一般在五年以上 那么他大脑内可能会忘记这个肌肉 去怎么调动相应的手势和动作 他这个肌肉就可能 几个动作就会发生混淆 第二点是他长时间不用 他这个残肢肌肉会萎缩 信号就会比较小 不易分辨 机电信号的强度 远比我们日常接触到的电磁信号 微弱得多 研究团队从更高灵敏度的传感器入手 更新算法 与机电信号感应装置合作 形成了新的战斗力 优化算法之后 科研人员再次邀请张能进行尝试 这一次张能控制仿生机械手 稳稳端起了光滑的玻璃杯 这个有种人机合一的感觉 虽然没有了手了 但戴上他以后 通过配合几个动作 我感觉找到手存在的感觉了 心里特别开心 如今 灵犀手还在继续优化升级 为加速走进人们的生活而努力 以灵犀手为起点 银和银团队也在不断探索 希望智能雷达与仿生技术的共振 能释放出更大能量 我想就生命的长度 我们也许是不能延长的 但是我们希望人的生命的宽度越宽 人活得幸福 是我们最大一个追求 这是透过国产高分辨率卫星的眼睛 从40万米高空看到的美丽中国 秋分过后 高分湖北中心的曾庆伟 急匆匆的赶往200公里之外的 京山市胡找山林场 前两天他刚接到情报 这片300多平方公里的松树林中 有松树染上了传染性极强的宠害 松材献虫病被称为松树癌症 是森林生态系统中最具危险性 毁灭性的病害 松材献虫一旦出现 在没有进行有效干预的情况下 三到五年内会导致整片松林全部死亡 这对我国林业资源是一种巨大的损失 曾庆伟的准确情报来自于1000多公里之外 这里是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 那么通过我身后的这个大屏幕呢 就能够清晰的看到所有国产高分卫星的实时运转情况 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点15分 我们可以看到高分一号零次星 高分多摩卫星等多颗卫星 正在经过我们头顶的上方 国家摇杆数据与应用服务平台上 200余颗载轨摇杆卫星的运转情况近在掌握 这些卫星就像不知疲倦的摄影师 昼夜不停地观察着 卫星绕轨运行的过程中 所携带的高分辨率的照相设备 就能够进行数据采集了 那么采集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这是由高分二号卫星拍摄的 北京西志门地区的影像 我们现在来把图片放大来看一下 让人眼花缭乱的立交桥清晰可见 甚至能够快速地计算出公路上汽车的数量 这是国产高分七号卫星拍摄的 大兴国际机场的图片 那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停机坪上的飞机 各种机场的地面设施 甚至是斑马线 国家摇杆数据与应用服务平台 实时响应着来自全国气象 环保 农业 自然资源等多个领域的数据需求 近一个月来 已经累计处理数据订单近七万个 这样的快捷方式 让当了十几年护林员的老县 不敢想象 他一个人要负责近三千五千亿的群检工具 老谢说松材献虫这种虫害肉眼难辨 只能依靠松树感染后树冠脱水变红这个特征来识别 如果天气足够好 他一个人走完自己的群检区域 要花上四天时间 老谢说 人工巡查的办法慢 往往耽误治疗的最佳时机 过去一旦病虫害大规模传播 只能眼睁睁看着松树成片死病 曾庆为手上拿的就是高峰卫星拍摄的异幕分布图 图上已经清楚标注了隐藏在临场中每颗异幕的具体位置 这张图片的诞生距离他们向国家摇杆数据与应用服务平台发起数据请求 还不到一周 此刻 现在结合我们的人工去对于这个数据成果进行一个修订 保证我们的这个结果的这个准确性 办公室内高峰湖北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用摇杆图像制作三维地图 利用人工智能开发的面向森林摇杆领域的专业模型正在快速运转 结合海量卫星数据和无人机数据 几个小时内就能完成整个邻区的三维模型重建 我们训练了一个地无识别的一个专业模型 再加上林业的知识形成一个更专业的一个模型 这样的话既保证整个影像是在一起 并且把相关的比方病重害或者是个根地变化了 都识别的非常准确 不当24小时 校验完成的数据就以电子地图的形式发送给林业人员 护林员开始根据标注的坐标信息 对异幕进行精准销汇 在这次邱地普查完成后 七万亩山林中潜藏的异幕将会全部得到处理 如今七类高分卫星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对地观测体系 它们不仅能实现全天候观测 还能使观测范围更大 观测效果更细致 所以又被称为天眼工程 这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全球观测系统 农业方面 在中分辨率数据这块 以往用的是国外的这样的卫星 覆盖率实际上是20%到50% 现在用我们高分专项的这个卫星数据 已经达到了100%的覆盖 2023年底 我国高分卫星又一次实现了新的突破 将以更高效率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空间信息支撑 为构建太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组 奉献中国的高分力量 我们始终是秉持一种开放的那种思想 服务于百姓的棘手难判的问题 我们把高分卫星称为守护我们的形象 实际上真的是起到这种作用 从深海深空深地到深蓝 科技创新如同一个巨大引擎 带领我们不断抵达前人未知的领域 在这蓝色的召唤中 中国科技寻天探语 后问苍穹 也让更多微小的个子感受到科技的温暖 中文字幕提供